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看去年底 桃园市政府正式公告征收航空城的土地 并祭出优惠补偿方案 并在今年继续办理征收土地 和优先搬迁区的拆迁等作业 市长郑文灿亲自主持教育训练 希望未来同人们 能清楚向民众说明相关事宜 为了帮助民众了解 航空城征收土地补偿方案 桃园市长郑文灿在7号下午 亲自主持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的 员工教育训练 希望同人们能详细了解政策 解答民众的疑惑 在2月9号之前 要完成优先区第一期的部分 我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让复估的这些案件 一个一个能够一对一面对面 用同理心来试算 今天就是提供各种 已经完成试算的试算表给大家看 通常我们的居民 就是走进航空城服务中心之前 心里有些不安 走出来以后 我们希望他是满意的 市府在去年年底正式公告航空城区段土地征收事项 今年将继续办理地上务区段征收公告 以及优先搬迁区拆迁等作业 目前市府提供拆迁户先建后签和就近安置的补偿方案 并拉高拆迁建物补偿金额 以及发放搬迁补助奖励 希望能尽量弥补民众的损失 事实上我们大幅的增加了补偿金的金额 事实上总增加的金额 桃园市政府加上民航局 两个部分会到达 地上补偿金会到达600多亿 那我想这是比较大规模的拆迁补偿 民众如果对航空城征收补偿方案有任何疑问 可到桃园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 找相关专业人员洽询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 再带你来看 随着行政院农委会与经济部宣布停灌范围 桃园市停灌面积将超过2万公顷 仅有第三灌区的新屋湖口及部分阳梅地区 有供应灌溉水源 对此桃园市政府也将比造先前的修根补偿方案 并从节日起开放申请 期望要协助农民渡过难关 桃园市近期因为受到封面影响 年日降雨也让水库稍微解渴 不过水情依旧吃紧 对此农委会与经济部也宣布桃园一起做 将停灌超过2万公顷的农地 仅有第三灌区的新屋湖口 以及部分阳梅地区有供应灌溉水源 水情还是非常的吃紧 那所以农委会跟经济部 昨天有开会决定 那么我们在第三灌区 就是主要是在新屋 还有阳梅还有湖口 阳梅是部分地区 那可以公灌大概7000公顷 那其他部分超过2万公顷 必须要修根 那我们现在正在办理修根的这个登记 那从这个月开始就到这个月底左右 随着农委会与经济部宣布停灌范围 桃园市停灌面积将超过2万公顷 而航空城征收区内的农地 同样也面临停灌问题 不过征收区范围内是否能领取补助 桃园市政府也将进行专案研究 期望要协助农民渡过难关 修根的申请 我们是希望各个这个区公所 农会都可以全力的协助 那因为我们去年已经办过停灌了 那今年这个修根 我想我们作业也会很顺利 那不过针对这个航空城范围内 那我请地震局跟农业局研究一下 因为这个要登记给市府的时间 大概会落在6月 那现在是脚全状还没登记 那这一期修根补助 能否领取 我请他们专案研究 尽量以保护这个 以这个权力极大化的原则 来处理这件事情 桃园市的新屋区及阳眉区 因为在2020年度参与水资源静游区 第一期坐修根转座第二期坐停灌 因此基于公平原则 2021年一期坐将优先公灌 另外实施停灌的地区市府也将比照 先前的两种补偿方案 并从即日起开放申请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宝贝梦想起飞工作坊 归深圳 为让1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学习自立生活 并培养一技之长 以此特别在年节前夕 教导深圳勇宝贝们制作贝贝塔礼盒 期望要让深圳勇宝贝们 展现自我价值 走进宝贝梦想起飞工作坊归山站 深圳勇宝贝们仔细地将下围移豆 核桃 蔓越莓与南瓜籽放上饼皮 并在七星合力下 一个个贝贝塔就大功告成 而这看似简单的工作 对于深圳勇宝贝们来说 可是相当不容易 今天要做贝贝塔 有很多材料 然后有夏威宇宙 然后希望大家能买我做的贝贝塔 很开心 他在这边分享就很开心这样子 对跟大家一起做的很快乐这样 我很希望说他学会了以后可以自己去外面工作这样 宝贝梦想起飞工作坊归山站 为了让1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学习智力生活 并且培养一技之长 因此透过教导深圳勇宝贝们各项手作代工 并配合年节制作贝贝塔礼盒 借此让深圳勇宝贝展现自我价值 主要会命名贝贝塔是因为是我们是永宝贝制作的 那他们宝贝制作用料都非常的加倍 所以叫做贝贝塔 那我们这次梦想起飞就是主要推出这个年节礼盒 那因为都是永宝贝亲手制作 那他们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之中建立他们的自立生活能力 还有建议他们自信心 那他们其实手部精细动作其实都不太佳 然后在练习这个过程呢 不论他们是包装还是把坚果露塔皮或者是折纸盒 其实对他们都蛮有难度的 大家的购买呢就是代表支持对永宝贝的鼓励 一个一个的贝贝塔在深圳勇宝贝的精心制作下 不仅充满了满满的爱心 同时还用料加倍 而深圳勇宝贝们透过制作贝贝塔 也学习互相合作 并认识许多朋友 欢迎社会大众踊跃支持 陪伴深圳勇宝贝们一起成长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桃园市政府海管处透过与民间合作 并以其愿归来为主题 彩绘鳗鱼架 不仅让许措港湿地内的鳗鱼架聚落 变得活泼 同时艺术家及志工 也希望借由彩绘鳗鱼架的方式 让人鸟及海洋相互尊重 五彩缤纷的鳗鱼架在艺术家的彩绘之下 组建完工 而这座色彩鲜艳的鳗鱼架就位在许措港湿地内 艺术家透过利用大圆当地的颜色来做彩绘 同时融入藏族元素 借此打造充满大圆色彩的低景艺术 这一座桥我们整个是叫企愿归来 我这几年的创作收集资料都是以藏区为主 所以我刚好就以这个藏区的色彩来设计它整个 然后大部分我们还是融入大圆的 所有就是我们现在海岸边的所有景观颜色 是在鳗鱼桥上面 然后观念的部分是会是以藏势的 然后还有回收部 然后来做做那个立体的概念这样子 大概要围棋大概要做两个月左右这样子 陶渊市政府海管处透过与民间环保团体合作 并以其愿归来为主题彩绘鲜鱼架 不仅让许措港湿地内的鲜鱼架聚落变得活泼 同时艺术家吉志工也希望借由彩绘鲜鱼架的方式 来让更多人了解许措港捕鲜鱼的历史 在早年这是在地渔民的生计来源 后来当我们进来这边规划我们小旅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海岸非常的美 尤其那个原始的鲜鱼架 在这边充满了它的生命力 写的是我们渔民的生计 因此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又启动发动我们在地的艺术家 尤其是我们的南海洋伙伴 他就很有心的去想说 我们就把其中的鲜鱼架 作为我们在地海岸的一个装置艺术 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种方式 最后决定用彩绘的方式 来呈现整个让它跳出来 跟我们的海天相结合 目前鲜鱼架在艺术家及志工们的 其心彩绘之下 不仅让许措港师弟充满了生命力 同时艺术家透过各种素材的应用 赋予鲜鱼架祈愿及游子归来等意义 期望要借此让这个区域的人鱼鸟及海洋 可以互相尊重 既总统军谈不到 卢柱区景星里里长 为了提供年长者更多的休闲娱乐 因此特别设置了开心农场 而里民们也透过种植蔬菜 让身体更健康外 同时还将收成的蔬菜 分享给当地的居民 期望让分享自己的成果 大家可以感情更和谐 一株株新鲜的蔬菜 就长在肥沃的土壤上 但这里可不是农村 而是桃源市中心的景星里 里长为了提供年长者 更多的休闲娱乐 因此特别设置开心农场 希望要透过种植蔬 来让年长者活动筋骨 我们成立这个开心农场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初有一些长辈 那在早上或者是下午 都是闲置在公园里面聊天 然后也在 当初是在公园里面下棋 后来就有一天就讲说 这边有一块空地 那是不是可以请里长这边协助 然后跟地主来讲说 租用给大家使用 后来就整个开发 开发完之后 聚集了很多长辈 一早就来这边种菜 然后下午差不多三点左右 很多长辈都会在这边聊天 景星里的开心农场内 除了有种植蔬菜以外 或是还有栽种许多 不同种类的香草植物 而里面透过种植蔬菜 不仅身体变健康 同时还会将收成的蔬菜 分享给当地居民 期望要分享自己的成果 让大家感情更和谐 我在这里也做了很多年了 以前船上的时就做了 那两天就有开心农场 那这次原则做在上的时 他这次又跟地主说 继续做 做这个 这整片都是同地主的 大家做个东西都很满意 本来大家吃 我们也没人 你没人就对了 大家满意 现在要拿那种东西 叫那些老人 景星里虽然不大 但处处都充满了人情味 而开心农场的设立 不仅成功联系里民的感情 同时还会将蔬菜 提供给关怀据点的民众 希望要透过有机蔬菜 来照顾需要帮助的民众 记得我们中心桃园报道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